美国政府一声令下 六架飞机载满了 1800名年轻的台积电顶尖的工程师 就这样的被外送到亚利桑那州去 为美国人生产晶片 台湾栽培的年轻科技心悦大失血 美国的官员到台湾来说 台湾兵役要延长一年 国防部马上就配合 眼看年底就要公布实施了 以后每年十万个年轻人要被征召入伍 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将来该怎么办 最近背负携带债务没有能力残皇的年轻人 被法院强制执行了五万人 将来台湾年轻人背着携带债务去当兵 好不容易熬出的一点事业成就 又要被政府外送割让 台湾年轻人能够不火大吗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